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背影文献分析 高背影文献分析是依据您的查询词 来分析ACI学术引用文献资料库的收录内容 呈现前十名高背影文献的资讯 包含了标题 出处 作者 以及背影用次数 此处的呈现资讯 能协助您探索与学门或查询词相关联的重要文献 以及刊物 除了在此查看前十名的高背影文献外 您还可以点击下方的 至ACI学术引用文献资料库查看完整结果 即可前往ACI学术引用文献资料库 查看更完整的分析结果 除了高背影文献之外 升级版也提供关键字分析的功能 关键字分析 是利用查询结果的文献 进行关键字统计分析 再以文字云来视觉化呈现关键字的比重 并显示关键字的出现次数 分析结果会显示出现次数排名前50名的关键字 点选出现次数的连结 则能过滤出符合查询条件 与指定关键字的文献 如果您有多篇资料汇出的需求 可以点选申请批次汇出 填写基本资料 并选择书目汇出格式 按下送出 我们即会处理您的申请 提醒您 请斟酌使用申请汇出的功能 华裔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将会与您确认汇出书目的需求后 再评估处理 华裔线上图书馆升级版 除了能让您一站式的在华裔线上图书馆中 获取影响力资讯之外 在您使用升级版服务的过程中 亦可随时前往ACI学术引用文献资料库 进行更深入更完整的分析 在ACI学术引用文献资料库 您可以从不同力度的文献 期刊 学门 机构 住者 等五种面向 呈现文献引用关系网络 点线面的分析文献影响力 例如您可以得知特定作者 历年来的产出篇数 被引用次数 与其他作者或机构合作的情况 以了解作者的研究影响力 或者您也可以查看特定机构的文献产出篇数 或进行合作分析 作为评估机构整体影响力的依据 赶快试试看华谊线上图书馆升级版的功能 以及ACI学术引用文献资料库吧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